旋转飞椅这是很多游乐场都有的游戏项目 玩起来也很过瘾 很多朋友都乐此不疲 都希望能够排队很长一点时间都要玩一玩 可是最近在一家游乐园 游客玩这个旋转飞椅却玩出了危险 当时旋转飞椅正在高速的旋转 不知道什么原因 却突然锁链发生断裂 一名游客直接就飞了出去 你看这多危险啊 以后玩这种刺激的东西 大家得多注意一些